這是廣州傳統的叉燒包 因為我準備帶叉燒包種 因為包種是一袋一袋穿下來的 可能幾百年都會有 如果你是濕就比較難 因為我自己製成的乾品 拿去拿水重新發酵就可以 堪稱文物級的包種 將會跟隨馬師傅前往巴西 參加巴西山河文化促進中心 為期三個月的美食文化交流 我從事一項從1992年開始 都有三十幾年 小時候想著去廣州不會餓親 做了點心覺得 點心很好又可以玩又可以吃 堅持了下來 馬爾代夫和斯蘭卡包括韓國 我都去過的 酒店之間和酒店之間交流 馬師傅2018年開始 以南沙本地食材研發南沙特色點心 南沙三寶 葵花雞蛋撻 鯉魚膠白燒米 南沙小虎麻哈蝦餃 南沙米糕等等 都是他的得力之作 2002年榮獲廣州市 已升級粵賽師傅認證 廣州市南沙區和巴西里約熱內奴州 卡希瓦斯工作市 是友好合作交流城市 適逢今年是中國和巴西建交50周年 馬師傅為今次美食會友之行 食心準備 廣州比較傳統的 例如蝦餃 燒米 叉燒包 如果是乾電之內 例如叉燒酥 這個是我準備帶的 這是一些葉餅帽 當然都可以做 其他電身都一樣可以做 這個就是柏皮刀 香港趁自己的柏皮刀 柏皮專用刀 就是蘇蝦餃和其他用 這個就是拉腸粉 腸粉煲 的確涼 這個就是餅膜 花可月圓 去各個城市學習交流 然後就在三個月之內 走遍巴西 我打算主要是宣傳一下 我們港府文化 飲食文化 其實我想去見識一下學習一下 然後帶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回來我這裡創新 因為廣州這個飲食文化 全程應該有幾百年吧 就是讓外界知道 原來中國 廣東 廣州 蘭沙 都有這樣的文化行